今天要去回泰国啊 最近呢我妈还有小孩呢要回国去放暑假了 所以呢回去的时候想说带一些手信 如果你们要在泰国来买一些手信回去 其实不用去很多特产店 在这边最大的像莲花超市还BXE的话 就可以买到很多只有泰国买的到 而且性价比真的很高的东西 看看我妈回去要带哪些东西回去吧 反正我就会再来看的这个超市的话 反正就是本地人才会逛的 如果你来泰国的话也可以找这种连俗的超市 买一些真正当地的一些特产带回去 真的性价比很高哟 所以这是本店的超市啊 基本上你们在网上能看得到的 包括泰国黄金这边都是有的 像泰国黄金的话也都是本地人买的价钱 不会被坑也不会有游客价也不会是假的 像这个的话类似于我们国内的中国黄金一样的 它的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 今天的话泰国金价是 它这个换算方式的话 你们要在网上查一下 因为我上次查过 反正跟国内的金价换过来换过去其实差不多 但是泰金的话是含金量是95% 我们今天中午没吃饭啊 就过来先吃点东西 像这边的话 莲花超市二楼会有一些快餐吃了 所以很便宜 那这个嘎泡的话 你们来这里一定要去尝一下的这个 就是泰式的炒肉饭 泰式肉末炒肉饭就是嘎泡 就是很多人都会比较喜欢 先吃东西吧 好饿啊 我记得上次那边新开了一个什么 还有那个白切鸡饭也都很便宜哦 这边是莲花超市 类似于国内我们超市的价格 大概10块钱一份 然后这个是泰国的特色 来了一定要试一下 肉末饭 肉末饭很多人吃完了之后就说 啊我今天来泰国的时候吃过一个什么饭 很好吃 但是我忘记了 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我就告诉你们啊 叫嘎泡 然后这个的话是送单 泰国的话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像我们去迪拜那么久回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先是海鲜和送单 因为太馋了 真的本地的送单会 里面会有一些臭螃蟹会很臭很酸 泰国人比较喜欢 一般这种超市的话就已经改良了 它这个是木瓜丝 一顺的话也大概是泰城人民币 这也很好吃 啊好香哦 这边又变得比较西式了啊 这种就是西餐的类似于这种卷饼啊什么的 就是比较偏印度一点 然后这边刚开的一个叫拉面店 就是最近刚开的 就是日式的你看 这个饭也看上去很诱人 差不多20块钱不到 这边还有一个很好吃 一个推荐你们给你们 这里有一个那个猪脚饭也很好吃 基本上每一个店都都有这个肉末饭 都有感泡和那个肉饼饭 算是这里的特色 来了之后一定要去试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有一个非常像我们国内的口味的 就是那个猪脚饭 猪脚饭也是这边很有特色的 吃饭喝足了 来看看泰国的物价 这一边的话是进口区 就是那些编制的肉啊什么的 很便宜啊 大概几十块钱 然后起司啊什么的 反正这边因为老外住的比较多 泰国巴提亚这个城市 算是80%住的是老外 因为这些外国人的话 他们很喜欢这个海边城市 因为物价很便宜 这边的话你看到 很多都是欧美人在这边生活 看到没有 其实我们在迪拜 也有逛过超市 在迪拜的超市的话 基本上就是本地人 阿拉伯人还有印度人 包括一些巴基斯坦人会比较多 像在这里的话 80%的都是生活的 除了本地人啊 除了本地人以外 80%都是欧美游客 在这边长期居住 养老啊生活啊 带孩子 度假啊 放假啊什么的都会来这边 为什么 因为便宜 下比高 然后这个的话是本地人都会买的 像我们家也会经常喝 它是一个本地人都喝得起的 即时的一个燕窝 我们喝的不是这个牌子 这个是白蓝市 中国也有 有一个泰国的牌子 很便宜的 找一找吧 反正这一个区域 这一个区域都是泰国特产 这种小鱼干也很好吃 也才65株 10块钱 这么大一袋 这种洗护用品就20块钱 这个是国内的一些手信 我妈会带回去一些 在这种连锁超市买的话 还特便宜 像三送一啊 几送几啊 榴莲干也是在这里买最便宜 机场买是最贵的 我们直接买过 机场买的是100多块钱人民币一包 当时是因为实在是没有买 就在机场买了 这个就是泰国特产店 其实像这种各种水果干 是很值得买的 然后再加上妈妈面 是很值得买的 然后再就是 我们在这里吃了一个东西很好 就我老公 他不是总是肠胃不好吗 这边有那种素食的粥 是要跟他囤一点的 素食粥的话 这种素食粥冲一点开水 然后他就是那种米汤米糊糊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肠胃不好的话 这种就很适合 或者是小饮料 都很适合带回国内 还这种椰子糖啊什么的 也很便宜啊 就是一包买特便宜 他中文都给我翻出来了 就翻得很生硬 但这种的话 就带回去给西拉姑巴大姨啊 然后小朋友啊 他们都会比较喜欢 这个很漂亮哦 好了 买了最重的就是这个燕窝了 对定你要带回去一个人搬这么重的箱子吗 开心到 一说回去慢慢就好开心 好了 站在上面推你来 站这里站这里旁边 我会打 我会打 搬好了哟 好剩下那边的话就生活去了 好买单看一下多少钱 刚才买单下来的话 加上那燕窝一共是6330 然后如果是不买燕窝的话 大概就是3000多600块人民币 所以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的物价 还有这样子买手信的程度怎么样的话 你给我连连我妈已经开心痛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她难得回去一趟嘛 如果我不跟她一起来逛超市 可能她会很舍不得买那些贵一点的手信 那没关系啊 送亲戚朋友的话 那代表我们在这边的生活质量嘛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